说爱你的人,不一定能照顾你的情绪,但那个能照顾你情绪,愿意去懂你的人,一定很爱你,走,是最难能可贵的感情。 在外面,我们时常要表现得很坚强,甚至坚不可摧到似乎任何困难都能自己看过,生活充实了。 但为什么内心总感觉空虚落寞,任有时就像仙人掌,表面都是刺,内心柔软得很,其实,我们都一样,没有想象中那么精硬,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大胆咧咧,没心没肺,一旦碰见懂自己的人,坚强的壁垒就会一下被摧毁,就像遇上久违的知己渴望敞开心扉,有时想想,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快太快,快到很多人, 沉迷于生活,为各种事到处奔波,快到没有时间处理那些负情绪,更不用说,花很多时间去深入了解和懂,一个人,也正因如此,那个懂你的人,显得尤为珍贵,多想,有这么一个人,不需每时每刻都陪着我,也许与我相隔遥远,也许不能经常见面, 但心与心总是靠得那么近,累了可以诉诉苦,烦了可以巴巴牢骚,懂你的人,愿意多花时间陪伴你,会照顾你的情绪,会站在你的角度设身处地考虑问其,这个人不需要读完美,没有性别和年龄的界限,但他能读懂你,能温柔走进你心灵深处, 学志摩说,我懂你,像懂自己一样深刻,有时候一句暖心的话,却包含了万钱,便足以让我们感动到泪流满面,凝济于心,因为感同身受,因为将心比心,所以知你冷暖,懂你悲欢,真正的懂得,不是负累,不是纠缠,不是角控,而是自然而然,真真切切切的明白, 这种明白,无关功名利禄,无关风花雪月,懂你,何时甜言蜜语,在意却不刻意,知悉却不知狂,懂你的人,是你未见的港湾,是你心安的理由,是你精神的寄托,在他面前,你敢说真话,因为你知道他足够了解你,在乎你,不怕他多心,更不怕他远离,你不会胡思乱想,不用畏惧他会对你的清楚, 苦不耐烦,不用害怕他会嘲笑你的脆弱,不用担心他会因为误解而生气,走千条路,只一条适合,遇万万人,得一人挺够,可懂你的人在一起,如暮春风,可畅所欲言,也可漠然相对,可亲密无间,也可疏于不见,人生万万,愿你我都能遇见真正懂我们的人, 这个人,或许是朋友,或许是爱人,或许是家人,倘若你已拥有,请一定用力珍惜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